仅仅在守望宝完成后的几个月 黑暗之门的能量再度高涨起来 并且打开了一条通向德罗纳的通道 部落中残余的兽人们 在萨曼长老Nelso的领导下 再次对埃斯拉斯产生了野心 为了增加Nelso的法力 兽人计划去掏取一些古老的法器 他们计划在德罗纳打开一个新的入口 以便使他们永远地逃离 那个命中注定的红色世界 在得知了Nelso 再次计划入侵联盟的领地后 罗丹兰王国的国王特雷纳斯 决定派出大军远征德罗纳 以一楼永远地铲除兽人势力 对埃斯拉斯的任何威胁 在大法师卡德嘎与大将军图拉扬的领导下 联盟军彻底在燃烧之地击败了兽人的势力 但尽管由着精灵游侠埃拉利亚 与矮人库尔兰麾下的精锐部队加盟联盟军 卡德嘎还是未能阻止Nelso 打开传送门并逃到其他大陆去 由于入口积累的能量过于剧烈 因此德罗纳世界中骤然出现了巨大的风暴 当卡德嘎正接近全力带领他的同胞们 为回到埃斯拉斯而拼命的战斗时 Nelso却仅仅带着他最信任的仆人们 成功地从一个传送门中逃走了 了解到他们最终命运只有死亡之时 卡德嘎和他们绝望的同伴们 无私地决定毁掉黑暗之门 于是埃斯拉斯不会受到德罗纳被毁灭的捕给 想尽了各种方法 英雄们终于成功地毁掉了黑暗之门 拯救了埃斯拉斯 然而他们是否能逃离德罗纳唯一能赋予他们的死亡之命运 这就不得而知了